所以您看 当妈妈多不容易 看得紧怕孩子太听话了 受气窝囊没本事 看得不紧呢 又把孩子不听话 到处闯祸去 在苏州就有一只小狗 两个月大 估计是淘气跟妈妈走散了 还好她遇到吕阿姨了 吕阿姨喜欢动物 她一看 这个小狗这么的可爱啊 小尖脸大眼睛 跟一只小狐狸狗似的 就把她领回家去了 可是她没有细究 这小狗的身世和来历 也就注定了 之后的悬疑故事 你可能会说了 这能有多悬疑啊 还能跟聊斋似的 领了一只狐狭回家 确实不是狐仙 但是呢 也差不多了 她不是高高大大的 第一她很漂亮的 路边的这只小狐狸狗 还真是能把人给蒙化了 大眼睛 尖嘴巴 挺拔的小身姿 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机灵劲 哇 可以 这么可爱的小狗 丢在路边可实在不忍心 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养小狗的嘛 也没想到结果里面就养着了呀 吕阿姨给狐狸狗起了个名字 小白 我是当小孩子那么养的 我们家的 虽然养了那么多年狗 可小白这么机灵的小狗 吕阿姨还是第一次碰到 那小的时候嘛 她就往我手上一口油 油嘛 我后来就糊得了 我下来嘛 我就那个软的那个拖鞋 我把它那啪啪啪打直下来 后来呢就呜呜就就就就晕倒了呀的 那么这个这个头嘛就这么软了 就就就就就就锤在那里 那她一副死的样子的 那么后来没办法就就放在那里 后来嘛就就吃来了呀 其实她就是死的呀 她根本就是装死呀 就真的一副死的样子啊 真的就为她要死了 除了机灵爱装死 小白还有很多地方 跟别的小狗不一样 这狗怎么跟其他的狗不一样的 这么皮像猫似的上穿上跳的 我看看她的嘴巴和丁丁的 什么东西 养了快一年 小白长大了 习性也越发和狗不一样 一到白天就打蔫 总怕在窝里睡觉 吕阿姨特别担心 不会是生病了吧 可到了晚上一看 小白活蹦乱跳 简直比打了鸡血还精神 看来小白是一只 渴望夜生活的小狐狸狗啊 吕阿姨还夸小白呢 别管多兴奋 小白从来都不汪汪叫 这是怕吵到别人 多懂事啊 吕阿姨对小白可是宠爱的不行 小白的一只耳朵长满了弄包 吕阿姨赶紧把她送到了动物医院 快看看我们家小狗 小白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 这可把吕阿姨担心坏了 可不一会儿 护士就出来了 她给吕阿姨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阿姨带过来这个不是一只狗 它是一只狐狸 啊 怎么会呢 对 确实是一只狐狸 是吗 真没想到 对 因为它的狐狸的瞳孔的话 和狗的瞳孔它是不一样的 自己养了快一年的小白 竟然不是一只狐狸狗 而是一只狐狸 吕阿姨一下子懵了 神话故事里的狐狸 可都是狐仙啊 自己家这只小狐狸 不会也是小狐仙吧 自从知道了小白是一只狐狸后 吕阿姨的心情就特别焦虑 倒不是怕神话故事里的狐仙来害人 而是有人告诉她 狐狸是野生动物 当宠物养会犯娃 况且仔细想想 狐狸确实也没法在家里养 养不了了 它实在 你没见识到 它那个飞雷飞去 这个上面是一飞 而且那个厨房间 根本不好开门的 吕阿姨觉得 必须得给小狐狸找一个 真正适合它的新家 思来想去 最合适的肯定是动物园啊 赶紧给动物园打电话 刚说明情况 人家就说 我们不收狐狸 动物园园 毕竟只是接受动物 对外进行一个展出嘛 不是说是收容动物 对吧 那你动物园这边 有没有这个展示狐狸的区域啊 没有 动物园连狐狸展示的区域都没有 怪不得人家拒绝呢 吕阿姨让老公上网一查 网上说 狐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那还是找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把小白保护起来吧 这个鉴定下来的话 应该是属于杂交的 它是属于银湖或者蓝湖的品种里面 这个狐狸的话 现在有很多品种是不属于我们保护动物范畴里面了 然后这只动物的话 就是它不属于保护范畴的话 我们救助中心这边的话 是没有办法接收的 小白不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鉴定人员的一番话 让吕阿姨的心情降到了谷底 不过专家说了 小白可以送到野外放生 什么 到野外放生 这吕阿姨可舍不得呀 那么我没事的 本来就是家养的 它哪有野外生成的能力 它不是吃送死吗 再说了你放到它山上 它山上肯登吗 它还是会跑掉的呀 家里没法待了 动物园没法收养 连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也不管 狐狸小白难道又要 像小时候一样流落街头吗 小白的新家到底在哪里 这可把吕阿姨愁坏了 我们帮着吕阿姨多方打听 终于通过苏州市 小动物保护志愿者协会 给小白找到了一位 合适的受养人 孙先生在苏州 经营着一家宠物医院 有专门的饲养区域 非常安全 最重要的是 他像吕阿姨一样喜欢小动物 他自己就收养了一只金毛犬 三只恶霸犬 五只家费帽 孙先生答应吕阿姨 如果吕阿姨想小白了 可以随时过来看她 小白被带走的这天 吕阿姨一大早就开始做准备了 好凉了给你呢 谢谢 因为她可能只吃这个牌子 别的牌子她可能不吃 谢谢阿姨 临走时 吕阿姨千叮零万嘱咐 就是放心不下 她跟着小白送到了门口 又跟到了楼下 最近总看新闻里说 在公园 小区或学校里面 有狐狸出没 这不是说明环境好了 野生动物多了 这些狐狸一般都是养殖的 因为不甘心被扒皮的命运 它们是趁机逃跑出来的 坦克的那只小白狐狸 处于运气很好的 遇到吕阿姨了 也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但是更多狐狸呢 即便逃脱了被扒皮的恶运 逃亡之路上 它们会遭遇什么 我们想想就感觉很揪心